来 下车 尽管警方沿路鸣笛 前方白衣男一路狂奔 持续跑给警察追 你逃我追的戏码还没结束 白衣男临近一动 转弯越过围离 还以为能就此甩掉远景 没想到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丢下机车一趟翻墙 辣椒注意 不要让我 出了辣椒水 被白衣男才乖乖就愤 警匪追逐就发生在台北市中山区 林森北路附近 男子和朋友刚在酒店喝完酒 一开车就遇见警察盘查 一路跑了二点五公里 最后在塔城街十三号狼狈落网 酒策只达零点二五 不仅违反公共危险罪 还多吃上一条妨害公务罪 汽车骑到一半 看到警察竟然心虚将机车停靠一旁 酒侧值一侧零点三零也超标 新北警方春节不打烊 家常取缔酒后驾车 设置零检点一台台机茶 提高执法力度 光是细止分局 从今年一月一号到二十六号 已经取缔三十一件走驾 连同这乘客也采连座法 最高可以出一万五千元 春节期间聚会喝酒机会多 记得找代价 不要违法上路 得不偿失 华氏新闻 中文梁胡振伦 台北新北报导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